可以了 你的头在这里 对对对 做整个来讲 你现在 你这不要这样压的时候 会变高更高 调长 对对对 两只脚长短 因为上次说我的都差不多了 我还是说现在的状况 我们常常讲说 讲证并不是 把讲证到一样长就好了 一定要找这个 就是矫正过度 比如你左脚长 矫正到了 右脚让它偏长一点 再把矫正回来 再不重一点 跑回去 如果你 两只左脚长 你把左脚矫正好了 但是呢 因为你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习惯 你的生活圈 就是你的动线 会再让你再用左脚跑回去 所以我们一般都说 要矫正矫正到什么 右脚偏长了一点 再把矫正回来 不容易 因为跟你的生活习惯 息息相关 你比较不会再把左脚弄进 那我现在的状况是 脚都已经长短是一样的 骨盆高低也回来了 骨盆的高低回来了 但是肌肉群 不见得全部回来了 对 我现在的肌肉群是什么状况 你看 你在左边这边 这边高的时候 这边就会凸出来 所以这边的肌肉比较发达 你看这边几乎都空的 软软的 没有什么肌肉 所以两边 一定要把你的 让你右脚变长 这边肌肉会出来一点 这样再把矫正回来 就是比较完整的矫正 比如说矫正 差不多六次七次的时候 两边一样长 要是呢 再继续矫正 就是让右边再长一点 再矫正回来 所以我现在的情况是 我的骨隔已经在正位了 但是两个肌肉群 一边是不平均的 所以我现在的矫正 重点 要让左右的肌肉要平均 就是让左边比较 像这个背部这种多多的肌肉呢 以外呢 把右边这边的肌肉要蓄得住 所以我要多做这个右边的动作 那么你向后脸 但是我不懂的是 我是右撇子啊 我不是左撇子啊 我右手 我通常提东西都是用右手 为什么我这边的肌肉 反而没有右左边来的发达 你看你都用右手 力量是在这边 我用右手力量在这边 你看你用力的话 你身体是不反抗 右侧球板 你自己拿重东西 讲的就是这样子 会让这边受压 你自己试试看 你看这边是受压的 哦 所以我应该现在开始用左边 才会把这边的肌肉 就是 你现在做偏 你说要两边都一起做 把那个另外一边 边不是这样偏 这个就是偏 你不需要这样偏 以前就是偏一边嘛 所以这边就比较发达 是 所以表示说我现在要 可是我都在有在游泳啊 游泳都是两边都有在做啊 是没有是 怎么还会一边 不懂 因为你的左脚的肠的时候 就在你左边这边肌肉是发达的 是 这个树脊肌这边是发达的 是 这边是比较弱快的 是 没有什么肌肉 但是我们希望呢 两边肌肉都要长出来 要透过运动的话 就是 就是 您刚刚说 要 要 向后 向后拉 两边一起拉 站起来 向后一拉 这边肌肉 就慢慢慢慢都长出肌肉出来 是 是 肌肉还是靠运动去 所以需要 一段时间 这边的肌肉才会 长出来 否则的话 就 两边不平均 刚刚我游泳的时候 就觉得 那个 两边不是 刮水的时候 一边比较深 一边比较浅 有这种现象 不过 今天有 已经比昨天 那个 那个 平衡 已经比较平衡 因为股价比 往日更平衡 是 所以说 我们身体有三个股 骨骼肌肉润态 骨骼正一点的话 你身体会比较 不会偏 肌肉就是 固定那个肌肉 股价 所以 你如果两边肌肉再 偏均的话 那股价可以胀 好的 那我就继续努力了 继续努力 老师 也谢谢你 麻烦你了 谢谢 谢谢 对了 刚刚还有就是这个东西 对 发现呢 如果有绑着这个东西来做这些动作 就比较是 身体是 所以只要你绑了之后呢 你不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把你的脚固定好 所以你省掉很多的力气 所以说我们会比较轻松 所以我们做运动的时候还是要绑着脚来做其他的力气 变邦邦的你怎么练 你练得起 是 有没有让你支持你肌肉僵化 对 反而讲 像你看 你站着 你看脚外八的时候 屁股肌肉都绷紧了 你睡觉的时候 屁股肌肉都绷紧了 怎么会睡得好 睡眠品质子不会好 就让你全身都松了 脚绑起来 屁股就会松了 屁股松了 你就比较容易整个放松 你身体整个放松 你睡眠品质会好 所以为什么挡脚睡觉 是太大 有很多人说 挡脚不自由 你知道你不自由 你自由惯了 但是你的骨架是歪的 都不掌心了 我最近发现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游泳太累了 还是怎么样 我最近晚上一次都没有起来 睡到天 一觉到天亮 非常棒 因为现在像我们的年纪 我还在一个就是夜尿的问题 是 脚板了之后呢 夜尿会死 为什么 第一个 脚底热 脚底热了 身体会不会发 就是那个 脚一喊的话 就是冬天啊 很多女性会有一直想 跑厕所 你的脚 脚 你看哦 我们脚是我们的 身体的虚弱的末章 我们正常是我们是平行36.7度 那脚指尖值也33度 但很多很多很多都是很晚 指尖值26度28度 身体更低了 所以脚冰了 所以被子老是盖不完 所以我常常讲 脚板了之后 你被子可以少一床 就脚热了 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 头要凉 脚要热了 它被摸摸的烧了 不要抱着发烫 就很多那个床 配得给你的那个枕头 里面是海绵的 海绵夜睡了 它会蓄热 会蓄热头发热 我们头枕呢 偷风呢 偷那凉 脚膀前脚是热 不要脚不一定 不要脚底快凉 头热脚凉 可是我们有一些记忆 现在很 做广告做得很多的 就是那记忆型的头枕 那这个不是就是海绵的吗 对啊 我说那个 我并不鼓励 要睡那个 所谓的记忆枕 你知道记忆枕呢 最主要呢 它会 前面一块突出来 医生说 这样子 把你的脖子撑住 一睡你会好一点 但是我发现一个大问题 现在的人呢 每天呢 看电脑 对不对 你脚部要用很多的力量 但是呢 你睡这个 所谓的记忆枕呢 把你撑着 你的脚部呢 慢慢就弱坏 因为没有撑着 我们老祖先呢 哪里有脖子出你 没有啊 为什么 他们睡的都是硬枕 让你脖子是悬空的 训练你的肌肉 你肌肉发展 我们头啊 将近的六公斤 几乎你身体的 十分之一的那么重 对不对 你知道是六公斤 那么重 你靠几根肌肉啊 一个肩部跟几根肌肉支撑啊 如果你没有把训练那些肌肉 那肌肉没法支撑你头 那你就慢慢慢慢做 问题就来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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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我现在给 嗯 因为之前 有人建议我去买记忆型枕头 我就买了 你家 那个 现在妈妈都是用记忆型枕头 所以 放在这边啊 我这边也有啊 所以久了 我发现都会有一些 顶部肉胖的问题 嗯 这样 好 我知道 我就要跟妈妈拌了一个整容 嗯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先拿掉 先拿掉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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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 最危险的动作 要錄到吗 有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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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